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再次化身王一锅 代言本没错,恶意扭曲事实真的冤 寒冷的冬季随着一场大雪如约而至 王一博送给你的21年的第一片雪花有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没关系 还有太平鸟后敦敦的羽绒服替它温暖你 近日,网上一则关于江苏省新化市一所学校的班级 购买太平鸟品牌一款售价769元的羽绒服作为班服的视频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热议的焦点在于769元,班服,王一博代言 而忽略了重点家长购买,非强制,竞价 该事件详情是,某学生家长已进货价格 赞助该班级购买了羽绒服作为班服 既家长统一购买,非强制行为 但是,该视频还是在网上迅速发酵 矛头直指代言人王一博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家长为孩子添置过冬眠衣 这是一件充满爱的行为,本无可耗非 但是在有心人的眼力却变得扭曲 将爱变成了不理智追星的恶意 从店主的回复可以看到三点信息 一是学生家长的行为 二是以进货价格出售 三是自愿行为 并不存在网络中所讲的家长 班主任追星,强迫学生购买明星代言同款服饰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冠军娘欠也是太平鸟代言人 这款羽绒服是奥运冠军娘欠同款 而并非王一博同款 确实,王一博作为太平鸟品牌全球代言人 任何的时尚讯息都有一博的身影 可这件事情跟王一博一点关系也没有呀 学生家长要买什么款式 什么品牌的羽绒服是人的自由 为人父母想要给孩子好的保障 尤其是冬天的羽绒服,也是无可厚非 而且,从简单的几句文案中可以看到 标价769元 店主好心已进货价卖给学生家长 也就是说低于正常团购价格售出 学生家长也不是棒锤 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衣服尺码通常是一年增加一码 如果不是经济实惠 试问所有的家长会统一采购吗 并且,如果王一博不是该品牌代言人 如果只是一件羽绒服 还会引起这么大的热议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不会,那些按桥刻追星 歪趋势时代节奏的人 你的司马昭之心 已经被更多的人看见 王一博被黑变身 王一锅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夜音夺冠 王一博被骂 梦美奇感情风波 王一博被骂 参加英雄联盟S11总决赛特别舞台 王一博被骂 EDG第二轮 第三轮输了 王一博被骂 摩托车比赛被人拉倒 王一博被骂 提到流量两个字 也要骂上一嘴 好像王一博三个字就是原罪 细数国庆节至今 王一博官宣多款代言 演唱多首主旋律歌曲 参加品牌方发布会 出席全球直播活动 得到海外关注也成功破圈 这样的一博确实让人眼红 也招人嫉妒 但是,那些总是造谣重伤王一博的有心人们 一博这么一个默默努力的大男孩 就因为极度,无法超越他 就要一直无休无止地造谣污蔑他 原创不易,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私聊授权 八爪随笔 王一博曾说过你们别浪费这个钱了 请李智爱我 他也说过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做法 我是王一博 我为自己代言 就是这样一个真诚的大男孩 却处在舆论的漩涡中 抹黑,拉扯不停歇 很多人为王一博鸣不平 但是一博都没有站出来讲一句 依然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只为了那些喜爱他的人 能够因为他而感到荣耀 一博没有金钟罩铁布衫 唯有真实是他最大的自护色 有得值得き的 thế 最大的自护色 我觉得是牛奶 options 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